经历四年升息周期 美联储给货币紧缩踩下刹车 终于在9月18日宣布降息50的基点 让基准利率来到4.75%到5%的区间 贺锦丽认为 降息对当前被高物价折磨的美国人来说是好消息 他表示自己将继续降低物价 川普则把这个在大选倒数48天进行的降息 称之为是一个大削减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回应 降息对11月总统大选的影响有限 因为对大部分经济面的影响有之后幸 9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降息决定是重要信号 显示通膨有所缓解 目前美国通膨率为2.5% 而美联储的目标是2% 他指责川普过去的经济政策是失败的 另外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日前披露 伊朗骇克在6月底7月初将盗取的川普阵营 为公开竞选资料发送给与拜登阵营有关联的人员 当时拜登还没有宣布退选 对此贺锦丽阵营表示不知情 FBI指出 伊朗干预美国2024大选的行动并未停止 川普竞选资料也被发送给美国媒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兰纽约报道